一杯夜飲可以減磅、減肚腩、尾肌、清添宿便 可以賣到280萬包 Hello 你好 我是Song 夏天已經來到 究竟夏天最適合做些甚麼呢? 3秒就想到了 3、2、1 沒錯 你答對了 就是減肥了 現在坊間千奇百怪的減肥方法 我覺得最重要是找一件適合你自己的 有些方法的確會很快令你真的減肥 但是也超快的可以反彈 也有些方法你會發現 為甚麼越減肥呢? 人家越沒有精神 又好像快減到疾病 為甚麼呢? 因為有些減肥方法 你會發覺是令到你的新陳代謝慢慢地弄 所以要選擇一些健康和適合自己的方法去做 就為之非常好 減肥有很多食物 有兩個小提示給大家 可以留意一下有沒有以下兩個成份 在你的減肥食物裡面 第一樣就是水溶性腺食纖維 第二樣就是植物性酵素 這兩樣都很重要 究竟植物性酵素有甚麼好處呢? 可以幫助我們淨化我們的血液 提升新陳代謝 以及可以幫忙排毒 如果你也有印象 沒錯 之前已經介紹過Veggie Smoothie 那為甚麼現在再介紹多次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出了2022年最新版 這兩個最新版 包括甚麼呢? 首先包括Veggie 365配效 酵素青汁果式 還有紅色這包Veggie 365配效 酵素抗氧梅果式 它用了冷凍法去抽取365種蔬果的精華 包括是甚麼呢? 野菜113種 果物78種 野草140種 穀物25種 海藻也有9種 以上種種都有效去分解我們日常的飲食 有甚麼好處呢? 可以阻止我們多餘的吸收 它還加入了三大抗酸性植物乳酸菌 有甚麼好處呢? 令到我們的腸道、魚動更加好 配合三大瘦身的Superfood 奇亞子 它遇到水之後呢? 就會排脹20至50倍 那你一定想到的作用是甚麼呢? 就是大大提升我們的飽肚感200% 所以不需要擔心了 每天當你喝一杯去做代餐的時候 是絕對沒有捱餓的感覺 新版追加的東西又怎只那麼少呢? 還有一樣就是日本國產蘋果天然神經 就是Pay On Ceramic 除了可以修補我們的肌膚 同時也提升鎖水能力高達92% 譬如有些朋友會容易乾燥 有些泛紅的皮膚容易敏感、出油 都會有明顯的功效 如果你持續服用六個星期 你的皮膚康復率高達85.7% 今次我就試完兩款 先說飲法先 第一,如果你用它做代餐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瓷筋 裡面是有的 你用不良殼的瓷筋 然後加200ml左右的水 如果另外的食法 你就用來做一些善食的補充 那你就可以用一殼加100ml的水 這樣拌勻就可以飲用了 那如果你說用水會不會Dry了一些呢? 其實你可以有別的選擇 你可以加奶、豆漿都可以 不過我自己喝了這麼多次 其實我都自己會喜歡用水多一點的 最重要是跑步之前冷凍它 然後有時就跑步回來喝 或者有時就跑步之前我會喝 我都喜歡它有不同的食法 因為其實比較密集 你可以因應自己那天 痛不肚餓 或者改你自己的計劃 所以最重要是看自己身體狀況 有時我就會用來做善食的補充 然後變成你之後的餐可以減量一些 因為你都不會很肚餓 你喝了雖然是一殼 但是OK 爆肚 有時如果是想那天用來做代餐的話 就用兩殼 那我自己覺得其實是很方便 上班的你和我去做這件事 最重要是它是超快 那你一定會問 究竟這個代餐要預備有多快? 經常說很快 經常說很快 就是一分鐘 都不誇張 真的一分鐘 那所以呢 我就比較喜歡Veci這個代餐 而且它的好處是方便 而且它很容易用 就是它不會瓊一塊塊 為什麼我覺得呢 你一定要試的 因為很簡單之餘 它又可以飽肚 它又低卡 低成怎樣呢 其實它大概是一碗飯的7.2%的熱量 而它可以做到飽肚 所以你說是多麼值得 推介你要去試一試 一杯夜飲可以減磅 減肚腩 尾肌 清一下宿便 所以不難理解 為什麼它可以賣到280萬包這麼厲害 試過這麼多代餐 你都知道我經常都會說的就是 除了飽肚之外 其實另外有一件事都超級重要 就是味道 那味道呢 我都覺得這麼多隻來說 它都是首位的 因為它不是一般都OK 它是好味 如果你喝綠色的話 其實它是超級香的 蘋果香椒味 所以你簡直覺得自己在喝蘋果加香椒的juice 是好有密 而它紅色這隻就是混合了的berrys 有很多不同的莓 固然會有很多的莓味 它這次有一點特別是添加了鐵質在裡面 鐵質對於女士來說很重要 因為可以補補我們的血氣 令到我們回復精神 我暫時試了兩個星期 交叉著有綠色和紅色 亦都交叉著有時是用來做lunch的代餐 有時就用來做擅飾的補充 即是半餐 你預算這樣 有時就會早上喝 所以交替著 你都可以因應你的狀況 兩個星期來說 已經輕了四磅 你記住做多一件事 就是我們在控制飲食之餘 例如我們都要做運動的 曬下太陽 吸收下維他命D 希望你會喜歡今天這個 沒錯 在介紹完再介紹的產品 Vegg 在哪裡可以買呢 你去到Watson就可以買 所以你還可以留意她的Facebook 和她的Web site 就可以看到更多關於Vegg 它的產品資訊 臨走當然不要忘記 Share Like Subscribe 和按鐘仔 還有有什麼好東西介紹 想介紹 或者理由 好東西也好 記得留言告訴我 又等我可以去嘗嘗 下次再見你 拜拜